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三个争议性话题 首先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弗兰克 卡里洛因在线威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被起诉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多次威胁 FBI在搜查他的住所后将其拘留 其次 福克斯新闻的解析 沃特斯猛烈抨击哈里斯和拜登的经济政策 称其引发了经济衰退 甚至导致市场抛售潮 最后 我们来看传统基金会的观点 他们指责哈里斯的政策让中产阶级陷入财务困境 并且他拒绝承担责任 反而指责保守派的议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美联社的文章 详细介绍一位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男子 因在网上威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而被起诉的事件 这起案件不仅揭示了网络暴力 和威胁的严重性 也反映了当今政治环境中 言论自由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根据法院记录和美国 维吉尼亚西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 这名男子名叫弗兰克·艾尔卡里洛 现年66岁居住在温彻斯特 他在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后被拘留 等待进一步的拘留听证会 案件的起因是联邦调查局 FBI在一个名为Gatter的社交媒体网站上 发现了针对马里科帕县官员的在线威胁 并由此展开调查 特工们通过追踪一个名为 Joe Mederis E的账户 发现该账户多次对包括副总统哈里斯 和总统拜登在内的政治人物 发出威胁性言论 事件的关键发生在7月底 当时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而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可能的提名人 这时威胁变得更加频繁和直接 例如在其中一条威胁中 账户池有人威胁要亲自用工具 拔出哈里斯的眼睛 并射杀所有党他路的人 通过技术手段 FBI最终定位到该账户 与卡里洛的住所有关联 并在搜查其家时 查获了军用步枪和手枪 在整个事件中 卡里洛表现出了困惑和难以置信 他在被捕后表示 他并未意识到 自己在网上的评论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 对此 美国维吉尼亚西区检察官克里斯托弗 而卡瓦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政治辩论是美国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当这些分歧 跨越到暴力威胁的领域时 执法部门别无选择 只能介入 接下来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这起事件 从法律角度来看 卡里洛的行为 无疑已经触犯了联邦法律 威胁公职人员 尤其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生命安全 不仅是对个人和家庭的威胁 更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在这个案件中 FBI的迅速反应和执法措施 确保了这些威胁没有进一步升级 同时 这起事件也凸显了网络言论的复杂性 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在网络世界中 言论自由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 往往变得模糊 因此需要更明确的法律框架 和执法策略来应对 从社会角度来看 这起事件 再次揭示了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的日益严重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人们可以轻易地匿名发表言论 而这些言论在某些情况下 会被极端化甚至演变成暴力威胁 这不仅对被威胁者 造成心理和安全上的影响 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构成威胁 因此 如何有效地监管和打击网络暴力 成为了当前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起事件反映了 当前美国政治环境的激化和对立 在一个政治分歧 日益加剧的时代 公共人物尤其是高层领导人 常常成为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的目标 无论是卡玛拉·哈里斯 乔·拜登 还是其他政治人物 他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而是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缩影 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公共安全 如何消除社会中的仇恨和对立 成为了当下政治家和社会各界 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此外 从心理角度来看 卡里洛在被捕后的表现 也值得关注 他似乎并未完全意识到 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这或许反映了一部分人 对网络言论和现实后果之间关系的认知缺失 在互联网时代 如何教育公众 正确使用社交媒体 认识到言论的力量和后果 也成为了重要的社会议题 最后 我们还可以从技术角度探讨这起事件 在这次行动中 FBI通过技术手段成功追踪到嫌疑人的位置 这展示了现代科技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技术的进步 网络犯罪也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 这对执法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有效打击网络犯罪 成为了执法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 总体而言 这起事件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暴力威胁案件 它在多个层面上 揭示了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从法律 社会 政治 心理和技术等多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世界的复杂性 和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 如何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 确保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 是我们需要持续探索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敬请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维吉尼亚州一名男子 因在网上威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及其他政治人物而被起诉 这名男子名叫弗兰克·L.卡里洛 来自温彻斯特 根据法院记录和负责此案的美国维吉尼亚西区检查官办公室的说法 卡里洛在Gitter平台上多次发表威胁性言论 特别是在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而哈里斯成为潜在民主党提名人后 这些威胁包括对哈里斯及其他政治人物的暴力言论 如用钳子拔出他的眼睛 FBI通过调查追踪到这些威胁信息 来源于卡里洛的住所 并于周五搜查了他的家 查获了一支军用步枪和一把手枪 目前卡里洛在等待审判期间被拘留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西·沃特斯 在其节目《杰西·沃特斯黄金时段》中 批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和总统拜登的经济政策 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市场的不稳定 和经济衰退的担忧 沃特斯指出 哈里斯在通过2万亿美元支出法案时 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这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债务炸弹之一 沃特斯批评哈里斯和拜登的政策 如企业福利和大规模引进外国工人 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高通胀 股市暴跌和经济不稳定 传统基金会也发表文章批评哈里斯 哈里斯认为他的经济政策 对中产阶级造成了严重损害 文章指出 自哈里斯上任以来 通胀率飙升 工资增长无法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导致普通家庭购买力下降 此外 联邦债务激增 利率大幅上升 房价和信用卡债务 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文章认为 哈里斯应对这些经济问题负责 但他却将问题归咎于保守派 并推动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税收 这些报道和评论 反映了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及其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 一方面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批评 另一方面是对他的威胁行为的法律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成为了广泛讨论和争议的话题 涉及到美国的财政状况 通胀 债务等多方面的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政治是一场充满激情的活动 但当威胁变成暴力 我们必须划出界限 这位维吉尼亚男子 因为他的行为而被起诉 这是对言论自由和公共安全的重大反思 让我们不忘美国历史上 那些英雄般的领袖 如马丁·路德金 他们用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而不是用暴力或恐吓 楚天书 你说的没错 但这个案例是否过度反应了呢 毕竟 互联网上每天都有很多人 发表过激言论 就像那位维吉尼亚男子 他甚至不相信自己会因为一条评论被抓 这么做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吗 还是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恐慌和不信任 谢琪琪 你的观点很有趣 但我们不能忽视暴力威胁的严重性 记得肯尼迪遇刺事件吗 当时的情况 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不安和恐惧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游戏 一个威胁可能看似无害 但它却可能引发不可预见的后果 换句话说 我们宁可小题大做 也不能掉以轻心 好吧 楚天书 既然你提到了历史 那我们也来看看现实吧 卡玛拉 哈里斯 和拜登的经济政策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股市崩盘 通胀飞涨 这些都是他们在为其间发生的事实 而哈里斯的卡玛拉崩盘 更是让人无法忽视 或许 这个男子的言论只是无奈中发出的抗议声 谢琪琪 你说到经济问题 我们确实需要正视 但这并不能成为威胁暴力的理由 哈里斯和拜登的政策或许有争议 但我们还有投票箱可以表达意见 而不是用枪支和暴力 想想水门事件时 尼克松被迫辞职 那是通过法律手段达成的 我们可以辩论 可以抗议 但我们不能越过这条暴力的红线 楚天书 你的立场很明确 但现实是 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说 他们感到的压力和失望远远超过了你所说的和平辩论 当家庭财务崩溃 失业率高气 他们的焦虑和怒火无处发泄 哈里斯和拜登的政策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反而加剧了矛盾 或许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如何改善经济 而不是一味的镇压言论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